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 要说十三太保中最硬气 最能打的抗日名将 恐怕还要属孙廉仲 孙廉仲是河北凶县人 辛亥革命后 投军到了当时的北洋军 后来在冯玉祥的部下 当了炮兵班的班长 在护国桃园战争中 孙廉仲曾一人抗起238斤重的山炮轰击 立下大功 战斗胜利后 孙廉仲连升两级 直接成为连长 在此后的直奉战争 北法战争和中原大战中 孙廉仲屡立战功 从连长升至军长 成了冯玉祥的得力干将 可以说 孙廉仲的升迁之路 完全是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打出来的 也让他深受冯玉祥的弃重 七七事变爆发后 孙廉仲被任命为第二级团军副总司令 兼第一军团司令 曾在北平西南郊重创日军河边旅团 在河北桌县与日军版原师团血战 在娘子关以及杨玄等地抗击日军川岸师团 由于孙廉仲的部队连续作战 损失惨重 他下属的一个师长冯安邦 曾向他请示 暂时到后边休整一下 冯安邦和孙廉仲两人是连金 关系非常密切 但孙廉仲却板着脸说 你要敢撤退 我就枪毙你 不过 真正让孙廉仲扬名立万的 还是持名中外的台儿庄战役 图 台儿庄大劫后 孙廉仲前排右衣与李宗仁 白崇喜等将领合影 当时 日军一路南下 山东省主席冯玉祥的十三太保之一韩副举不战而逃 日军顺利攻占山东 直接威胁战略到地徐州 禁地徐州北部的屏障台儿庄 驻守台儿庄东北角的部队 正是孙廉仲下属的第31师 师长是池峰城 台儿庄附近还有孙廉仲的两个师相互支援 1938年3月23日 在飞机 坦克 大炮的掩护下 日军对台儿庄发动了疯狂的进攻 很快 台儿庄三分之二被日军占领 池峰城全师伤亡了70% 面对危局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 也令孙廉仲坚守台儿庄 坚持到有军赶来支援 孙廉仲见李宗仁一下决心 当即表态 即便全军阵亡也会死守台儿庄 人在城在 连仲愿意死报国 然后 孙廉仲转身给正醒求渡河南车的池峰城下了死命令 士兵打完了 你就自己填进去 你填过了 我再来填进去 有谁敢退过运河者 杀无射 当时 第三十一师已快弹尽粮绝 池峰城召集不下伤 亮对侧 158团三营 七连连长王范棠站了起来 说 启林上有57人 可组成赶死队 不成功 则成人 当夜 57名赶死队员手握大刀 腰挂手榴弹 列队集合 池峰城让军须关搬来银元 宣布每人赏30块大洋 但队员们纷纷把银元扔在地上 说 我们连命都不要了 要钱干什么 正是由于这些赶死队员的舍命相拼 成功坚守到了援军的到来 为中国军队和韦日军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从而保障了台儿庄战役的空前胜利 由于在台儿庄大劫中的优异表现 极大的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 战后 蒋介石亲自派了一架专机将孙廉仲接回 并表彰他忠勇可嘉 实为民族伎俩 之后 孙廉仲又相继参加了武汉会战 早一会战 厄西会战等等 多次重创日军 这也让他成为了当年冯玉祥手下十三太保中最能打的一个 而在早一会战中 壮烈殉国的张自中将军 当时也是他的部下 1990年 孙廉仲定氏 享年97岁 善中 历史客栈作者 威廷根施坦因有趣味 有思维 有品维的三位历史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MASHAUHUA10